大家好,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,人际关系呢,其实是一个特别微妙的关系。 有时候呢,两个人呢,就特别好。 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吧,因为一点小事情呢,有可能就闹翻了脸了。 所以说呢,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呢,还是要留一个心眼的。 不要说两个人关系特别好,你就把你自己的所有的事情呢,都告诉对方。 如果你们的关系不好了,闹掰了,他知道你所有的事情,这个呢,就是一个把柄。 他如果想找你的麻烦呢,你该怎么办呢? 所以说还是留一个心眼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呢,一定要有的。 即使你最好的朋友,有的事情呢,最好也不要说。 第一件就是你自己,内心的小秘密。 每个人心里呢,都有小秘密,对吧? 你的小秘密呢,肯定是你,不想告诉任何人的。 那既然是秘密,那就把它埋在心里头。 省得别人以后呢,拿这个呢,作为要挟你的花柄。 第二个是什么? 第二个就是,你家庭的秘密。 结婚过日子,谁家都有开心不开心的事情。 有些时候呢,你开心了,跟人家一说,人家可能哈哈一笑,就替你高兴。 有些时候,你如果不开心的,你说了,如果闹翻的时候呢,很多事情呢,是很麻烦的。 所以说,家庭的秘密呢,也不要说。 就是再好的关系,也不要说。 第三个就是什么? 你家的经济情况,那就是钱咯。 对吧? 你家的经济情况,你说你跟别人去说,你有钱。 如果朋友开口管你借,怎么办? 借。 有些人呢,还是念你个好,他会还给你的。 有的人呢,借出去以后,可能要都要不会来。 我觉得这种人,也是挺没良心的。 你说人在你困难的时候,帮了你了。 你有钱了,就应该还人家。 可有的人呢,真的是绝对绝对不能信任的。 他借出去,你借出去的是钱。 可能在要钱的时候,就成仇人了。 你没钱,你没钱,你跟别人说,别人也不会帮你什么吧。 谁都生活都不容易。 就是说你有钱没钱,最好呢,都不要说。 因为你有钱,不可能给别人。 你没钱,别人也不可能给你。 自己辛辛苦苦点,把日子过好了,比什么都强。 所以说家庭的经济情况呢,最好是不要到处去说。 你要是说真有钱了,说了,万一有那种不怀好意的人。 你说你说了,你家里有钱,别人会惦记着的。 万一出点什么事的时候呢,你说谁家过日子,家里老人孩子都有。 他不害你,他害你的家人,你也受不了。 还有,就是你没钱,别人也不会帮你。 所以说,家里的经济情况呢,也最好不要跟别人去说。 你心里头最最后悔的事情,每个人都有后悔的事情,对吧? 可是没有卖后悔药的,后悔也没用。 所以说你后悔的事情呢,做了就是做了。 再后悔也没办法。 这叫什么? 这叫开工没有回头见。 所以说你再后悔,那就后悔吧。 再跟别人去说,我后悔做了。 那你做了就是做了。 比方说你拿刀杀人了,你说我后悔去杀人了,有用吗?没用。 所以说你后悔的事情,做了就是做了,说也没用。 还有什么? 每个人做人呢,都有弱点。 弱点是什么? 你的弱点如果说,告诉你关系特别好的人了。 那以后你如果说翻脸的时候,这就是你的软肋。 他会专门挑你的弱点下手的。 以上几点呢,真的。 有些时候呢,情愿少说或不说。 也不要把以上几个秘密呢,随便去说去。 说出来呢,对自己呢,没有什么好处的。 好,谢谢大家。 我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呢? 请大家给我提出意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下期再见。 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